大家好,我是Ban 今次開箱速遞,周同打打這兩部 BM CREATION 最新推出的 1988年30 LENSER 一輛深灰 我把深灰那輛已經上了整套包圍列,改了連結 同場加英多一部之前未有空拍片的 這部舊款的黃色拆船,也是LENSER 放在後面,稍後再說 我給了這部,看大家的反拆 這部是甚麼都沒有改的 算是差一點點的版本 而且它給了一套貼紙,要你自己去貼 所以我覺得有... 不過那部不是普通貼紙,是水貼 先拿一個圖示範給大家看看 整套包圍列是這樣的,如果沒有改過的話 它有新的鬼面罩,改裝版泵把 也有些改裝紙,是這樣的 近一點看起來是這樣的 紅線和銀線可以給你自己貼 但是水貼來的,也是要有些技術含量 所以我應該也不會玩的 好,這部就是普通的鎖板 看一看,其實我覺得 如果不行的話 我會...第一件事要說不行的話 就是這裡 尾這份東西 尾這份東西,尾這份東西 我覺得差一點 兩部車都不是很漂亮的 大家有樣子見 其實這個款式,認真說 真的期待了很久 跟拆船的期待值 就算低,也不會低很多 不至於高於拆船 因為拆船... 其實緊隨... 都忘記緊隨還是差不多叮噹碼頭 大陸廠也學出拆船 但大陸廠的做法很明顯沒有它這麼精細 所以便宜它一半,也不是很大流通量 這次這個款式沒有跟別人撞 這個三嶺就... 讓大家看看吧 我後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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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一樣的了 這個泵把就叫做拉低了一點 有點... 有點擾流 如果除了沒有擾流之外 其實它的分別不大 如果真的除了改份頭 真的... 但你有沒有改份頭 改側裙又不改什麼 側裙,普通側裙什麼都沒有 但是改裝版側裙呢 就有... 有多... 會... 有些擾流位 叫做... 嘩嘩嘩... 差點出事... 嘩嘩... 頭泵把分別就在這裡 其實那個... 除了有擾流之外 除了有擾流之外 那些黑膠的部分 還是... 呃... 那些黑膠的部分 又放不下 啊... 真的... 這個位置真厲害 那... 給大家看一看 那鬼面罩呢 看到有一點點不同 嘩... 那個鬼面罩是不是歪了 對了... 那個鬼面罩呢... 是一件一件... 這個好像都是在一些... 是不是... 高性能款的三領才會看到 以前的那些... 機梁好像也有見過 機梁好像也有見過 那這個就是普通版 那立即普通很多 立即... 看見什麼都不同一點 也對... 它這個好像... 多一點... 看到下面的底網 看到有很多東西 但這個沒有什麼看的 是一個很原裝的 是刺的 所以我留下一個白色的 就貼回原裝 就是保留原裝 這個就改了 那是有一個尾翼 尾翼呢... 尾翼呢... 因為我用BOOTAP貼的 那純粹定住它 給大家看看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樣的 至於這條連結 裝上就變成這樣了 如果在光滑表面 是推不動的 但如果在Mouse Pad上 就可以了 Mouse Pad上面是推動的 那如果喜歡用Mouse Pad 即1比64的Mouse Pad 停車場戰的話 那... 改完之後 或者未改之前也是 未改之前也不算推得很順 就是BMD車的輪子 它要找一些有這麼少摩擦力的地方 才推得好玩的 對了 Mouse Pad是我建議的選項 因為現在也看到市面上 也有越來越多 是用Mouse Pad 做1比64的場景戰 即是可能給你的人 做事 可能有空的時候 拿開Mouse 然後放一些車子去推一下 完全是很適合我的 假設你給我讀書時期 有這樣的Mouse Pad 我一定也是這樣用來上課 都已經這樣玩 即是撤回本書 PovoMeter就玩 不要問我為何 Mouse Pad不理會 因為已經是自我放飛的原因 才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那時候還沒有這些東西 也有也都買不起 讀書的時候 所以我也是在本書裡玩 但是在本書裡玩 有不同的玩法 想想本書打開了會拱起 那些書是釘裝起來的 可以拿一本書來飛過去 會更加刺激的 不過就有點膠膠的 整件事有Mouse Pad會真實一點 好 這些上當年的東西不說了 看完我拆開 因為免得拆開 又不是拆不開 我認識 雖然BMCREATION的車 你說換輪子麻煩 但它有件事好 你扭開了它的車 那些東西不會散到四周 不是的 那些泵把會不會 那不要拆了 即是沒有散得那麼厲害 它不會脫輪子會脫輪子 但是脫輪子都很快 脫輪子真的麻煩 它的輪子全部上螺絲 就算了 借這架給大家看看內籠 它說到BM內籠 其實又不算太麻煩 你拆一看一看 Lenser也是覺得是什麼 Lenser其實之前那一架我都有讚過 Lenser拆船是做得漂亮的 尤其是以前更流行 內籠有兩隻顏色的 其實這架是八百年應該都還有這兩隻顏色的 八百年車 但不知道這架是不是皮籠 我記得應該不會有什麼 可能它真的改成皮籠吧 其實這個 大家看這部影片是星期一 上星期都收到不少車 Mini GT的 我懷疑Mini GT應該怎麼出 因為寶時節和日產飛雞 兩架東西大難且不賣 我放在一起來說好像有點怪 但是我拆開桿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點 但我覺得又不是說不行 我怎麼拆開桿也應該不成問題 嘩 這樣掉出來的東西 這樣就對了 你的架不要散了 直接拿這個籠出來拍完就放進去 嘩 雖然那個Handbrake好像粗了一點 然後那些波棍 波棍好像又差不多 即是你當它是波棍 波棍頭 然後就放進去那個波棍 那些叫什麼東西呢 即是那塊波棍那塊布 那個膠蓋 以前的車的膠蓋做得高一點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些膠蓋有蓋的 我都真的很久沒見過 因為以前 以前駕一個T打 那麼 新派的那些架子車 就全部都是 都不是新派的 因為 有回到那一架 就正路那支波棍 就只會有那一行自動波 那一行自動波 就只有一排東西 然後就拉一支波棍 拉直拉上 拉直拉上 沒什麼動的 現在那一架就有一些蛇仔骨 這樣走 但是又沒有那支 都是沒有波棍套 沒有波棍套 所以還沒試過有波棍套的車 我想 我對上一次駕應該都是 HIGH ACE 真的考牌的時候 那些HIGH ACE 有沒有 我都不記得 波棍套 就當是波棍套做高了 但是看我 我通常覺得波棍和HANDBREAK 都沒有什麼哪間廠 可以處理得到 老實說 但是去到那個 對 中控 哎 中控的燈打不下去 中控是可以交貨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 我試試反過來拍 這樣抓住 應該可以拍到 拍到了 但很可憐 我看見到 那個中控是非常漂亮的 我是看到有冷氣鍵 我看到有心機鍵 是看到的 不過 沒有做到 二錶板 即是沒有做到 麥錶的 即速度錶沒有做到 但是 速度錶好像更難搞 看真 是沒有速度錶 但是明顯一些冷氣鍵 我們看到有冷氣鍵 在這裡 我覺得那些分是值得比的 其實速度錶 我覺得很多廠都沒有刻意去做 但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都麻煩 不做我覺得情有可原 如果有冷氣鍵 你旁邊做足給我的 我就扣少一點分 對不對 尺寸也是 這裡 你沒有做到速度錶 我扣回你 但是你其他東西 有做足的 那就加回分給你 我覺得都可以的 那 四天關掉 哎呀哎呀 退後了 好 退前 應該沒事 應該做得回 好 好 它車尾那裡 為什麼會拆不開呢 我懷疑它有時 因為BM 我就說 為什麼這些東西 這麼難拆 他說 沒有啊 我們塞了一些膠 上去 貼著泵把 貼著裙邊 所以 我拆這個車 就是裙邊 都是貼了膠 原裝的裙邊 所以我懷疑是車尾 上泵把 又貼了裙邊 這支膠 會比較難拆 那 叫做是這樣的 但是這輛車都可以的 就是叫做 因為 它又不顧得夠水 那 如果玩情懷的話 這輛車都算 都算 都算交到分 不過 還有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其他觀眾 有沒有遇到同樣問題 我遇到的就是 這輛車無論是改裝版的 還是原裝的 都好像 拿車的網 那輛車好像調轉了來裝 於是我在拍片前 真的屁股能把這輛車內外 調轉 才做到現在的順眼很多 若不是的話 兩邊的連結都好像 搭了出來 所以我懷疑 是工廠的阿姐 集體 集體裝錯 看看其他觀眾 有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 集體裝錯的話 起碼都被BM知道 吵架 阿姐 整天吵架 整天吵架 不知道是不是 好 我說明同場 當然要讓這輛黃色Lancer 出場 我至外有拆船 這輛拆船之後 應該到這一輛 應該 我覺得拆船做了八幾年 好像 七幾到八幾 拆船的生產年期 應該不太短 我就不知道做功課 但 黃色拆船真的蠻吸引的 這輛 我記得 我本身 好像有跟BM老闆提議過 我看到不知道 哪套戲 是最佳拍 不是 是最佳拍檔 是呀 最佳拍檔的 好像 我不記得 女王物寧 對 最佳拍檔的女王物寧 是有出一個黃色的拆船 但拆船就不是 就是 測試是 有點鬼馬落 但最後都是用來撞 我說 有沒有想 但是原來 BM那邊說 我有跟電影公司那邊接合過 不過原來電影公司那邊 已經跟第二個牌子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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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裝 在表面 就算 人家 頭到 你也要重新開 帽子 就是在開帽做一些 加在表面 大家可以看回 最佳拍檔 女王物寧 我記得是女王物寧 女王物寧 我記得是女王物寧 那集 我都不太記得 有幾集的 有什麼千里救差婆 然後又不太記得 然後又不太記得 這樣 讓大家看看 內籠 我覺得這個內籠是比較長的 你看 BM是下足力的 其實這個內籠是 我就看 至少它中間 有加回那些東西 整件事 感覺很不同 還有這輛車 看上去 也不算 QC 也不算 差點 所以說 這輛車 我覺得 絕對是贏到 例如在淘寶也好 現時也好 都會看到那輛 我猜大陸牌子出的 四十五元 有交易 對不對 當然那四十五元 有交易 它贏在什麼 一定推得動 因為它的設計 和BM不同 BM的設計 一向都是 你不太如它推得動 除非用了 Mousepad來玩 但那輛是任何表面都可以動 大家都是像膠態 但BM其實不太如你來推 如果你想玩推得的BM 你回去玩Jimmy 話說 那輛Jimmy 還沒空開箱 他說新版本的Jimmy 之前也是那輛 二十一堆車 我都忘記放在哪裏 糟糕 有空又要開箱 我想看看 它有什麼分別 和舊版 它說完了 但看著出來 扭得上手 差多遠 要再看看 至少一次角給你看 兩代 兩個Generation的Lenser 這是一個新版本 我覺得都收貨的 至於這個 之前的帽子 新版本 和現在的帽子 是可以的 看看接下來的士 會怎樣 如果的士 的話 還要說一套LINK 不知道的士會不會給改裝LINK 如果的士給這套LINK 可以找一些中二病的東西 即是的士改 不是說的士改這件事很中二病 不過純粹說 改一下LINK 玩一下又挺有趣 你明知道那個年代的士 應該是沒有人這樣做過的 我猜應該那個年代的士 因為那個年代的LINK 我基本上找到 現存有的資料 很多都是很原裝的 如果有些是當年 真的有經歷過 真的有看過的士 不知道有沒有的士 的士可以拿車去改的 如果有看過 真的有人拿Lancer的士 可能真的改一套LINK 有看過的觀眾 可以在留言跟我們說 因為我也想知道 始終這些Lancer的士 都沒有在哪裏 我猜應該都沒有出生 油渣的士 照計我出生之後 還有一段時間 好像油渣的士 好像用到零幾年 我覺得一定是零年之前 一定沒有了 大家知道用到零五零六 那些石一定出生 不過我應該都沒有坐過 我也是喜歡油渣 油渣王冠那個死人 電鍍大泵把 很有氣勢 現在那些完全不能夠給味 尤其是 一句都說了 沒有得比 那個電鍍大泵把 真的是世界第一 老年那麼遠都看到 電鍍大泵把 一看就知道有的士 不過現在那些沒所謂 現在主要玩輕噴七泵把 即是你買新金鋒也好 舊金鋒也好 有些的士都會喜歡 噴了 即是有些車主 或者喜歡噴了 即是跟車身色的 就不是塑膠泵把 我覺得都幾特別的 即是叫做 那麼多的士 裡面有一格特別 我覺得又不差 尤其是日本豪華版 日本的版本 豪華版都是跟車身色的 香港的市場 香港的市場 永遠都是特工款的 對不對 好像也是 我都不知道 今集就說了 先排一排個好位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